红烧羊肉芝麻汤团 在过去艰苦的日子里 七宝人用自己的方式过大年 红红的灶火 腾腾的热气 温暖而朴实的年味在记忆中飘荡 春节是中国人最传统的节日 也是中国人最判重的节日 很多以前只有春节才能吃到的稀罕东西 如今已经变得随处可见 在上海敏航区的七宝老街上 到这里来的人吃了海糖糕 吃了安春蛋 也许有人还会留着肚子 吃上一碗这里远近闻名的红烧羊肉 红烧羊肉在以前称得上是春节大菜 说它是大菜 主要是因为羊肉价格很贵 再加上烧好的羊肉 分量上会轻很多 所以不要说是在物质匮乏的六七十年代 就是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的八十年代 也不是一般人家平日里能够吃得起的 所以要想吃上鲜美香嫩的红烧羊肉 那就只有盼着有人结婚和盼着过年了 以前吃饭都有问题 所以你吃肉也很少 羊肉是更吃不到 它绝对是个手制品 过年的时候才能尝尝这个味道 朱默君老先生出生于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 家中兄妹四人 到了他长身体的五六十年代 正是物质极其匮乏的时候 朱默君的祖父母 对朱默君兄妹四个非常疼爱 每年过年 他们省吃俭用买来的一点羊肉 总是会让朱默君兄妹两眼放光 祖父 祖母 父亲 母亲 他们做上桌脑子 我们姐妹四个桌下面 就放在我们这个前面 你们吃你们少 这是羊肉 他说这个羊肉确实很好 也很营养的 但是羊肉不好 它太筋 有纤维的 像我们这些上年轻的牙缝就有大的 这个羊肉要摔牙缝的 这个就这点不太好 你们牙齿好 你们吃吧 我们就吃得很开心 现在猛着想起来 不对啊 什么叫牙齿要摔缝的 你们就舍不得吃呀 是吧 把所有的好的东西就留给我们 想到这里 喜欢吃羊肉的人都知道 羊肉最难处理的就是它的山味 宝峰饭店的师傅 会把脆脆的白萝卜和甜甜的红枣 放进羊肉锅里一起煮 经过几个小时的小火慢炖后 一股特殊的香味 便会在整个店面弥漫开来 但是在七宝 白切羊肉反而比红烧羊肉还要出名 因为做白切羊肉 把握好烧煮时间的长短 是最关键的 时间短了肉不烂 时间长了肉会散 为了让客人在早上 能吃上新鲜的白切羊肉 宝峰饭店的大王师傅 就要在头天的下午三四点钟 把洗净的羊肉 放进已经配好料的大锅里 开始煮了 经过几个小时的细火焖煮 羊肉特有的香味就会扑鼻而来 这时要趁热把羊肉里面的骨头剔除 再浇上汤汁让它慢慢冷却 这样才能切出薄薄的肉片来 和朱末君一样 一些上了点年纪的七宝人 大都有喝羊肉烧酒的习惯 这里说的羊肉就是白切羊肉 烧酒就是七宝的土酒 七宝大区 在离宝饭店几步之遥的七宝老酒坊里 62岁的胡国华师傅 在这里已经酿了十多年的酒 早上起来就是搞个二两酒 对吧 最搞个一点羊肉 羊肉烧酒 所以人们都是 那七宝去干嘛去 想想的话 去羊肉烧酒去 七宝大区 类似于北京人喜欢的二锅头白酒 是上海人心中的品牌 它诞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的 上海七宝酒厂 七宝大区 除了给艰苦岁月中的七宝本地人 带来绵长优远的温暖之外 也给整个上海地区的饭桌上 增加了一股浓烈的醇香 小的时候 团人的风商戏是老一辈都喝这个酒 住这个七宝大区 我也说是叫上海地区 人家都喝 我们小的时候 看见父亲在喝酒的时候 也好奇 也要喝点酒 有时候筷子再斩 还辣得喝 随着时代的发展 当年的七宝大区 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他曾经陪伴着人们 走过了几十年的岁月 婚丧嫁娶少不了他 逢年过节就更少不了他了 那是大喝了 那是痛快了 所以很热闹 住性 酒很住性 人家都放青 都是烤酒 烤这个七宝大区的住性 吴国华 过去曾经是 七宝大区酒厂的师傅 自从老街开出了七宝老酒坊 他就把七宝大区的制酒工艺 重新恢复了起来 让老酒坊成为了一个 对游客现场展示和销售的窗口 当七宝大区的唇香 在热闹的老街上又飘起来的时候 胡师傅喝着自己酿出来的酒 感觉自然和别人不一样 有点精神气 有点兴奋 人感觉舒服不多 自己做的酒 那感觉是和别人没了酒不一样 我说我这儿 这是七宝大区 好吧 随来 随来 好好好 好 五口 好 这边啊 好好好 好好好 端着鲜美的羊肉 回到皮影工作室的朱莫君 蒸上七宝大驱 美美的小酌一杯 就在朱莫君享受他的羊肉烧酒的时候 36岁的徐君华 已经开始制作春节大餐中的 另一样美味 酒酿糟肉了 过年的时候呢 毕竟自己老爸老妈呢 这个东西也做了好多 不是说全都都是自己家里吃的 毕竟还是要跑亲戚家 另一坛子 好比到自己娘舅家去嘛 肯定要送给娘舅家几个人 徐君华对糟肉的留恋 源于他童年时期妈妈的精湛手艺 由于当时的农村 还不是每家每户都有冰箱 为了让春节难得吃到的猪肉 能够多吃些时日 智慧的七宝人想出了一种 不同于传统进糟卤的保存方法 在小的时候 我爸妈就是每年在过年之前 因为家里要杀猪嘛 把这个肉啊都弄好 然后腌好 有的时候妈妈喜欢做点那个酒酿 她呢就每次呢做这个酒酿和这个腌咸肉的时候 把它就分存起来 不可能说这一次吃掉就没有了 最起码要过两三个月 把这个时间里面可以天天可以拿出来吃一点 肥瘦适宜的猪肉 用炒过的花椒细盐反复揉搓后 挂在窗檐下风干 再将风干后的猪肉切成小块 和酒酿搅拌均匀 放入缸中密封 在酒酿的醇香中浸泡了多日的猪肉 经过二十分钟的蒸煮 挑出的味道是不一样的鲜美 肉啊就是咸咸的甜甜的 很好吃很香 猪明龙是土生土长的七宝镇好上村村民 他出生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 农村孩子平常就没有什么玩具 就巴望着过年可以讨点压岁钱 尽情地过把瘾 在物质匮乏的那个年代 上海市区的平常人家过个年 也不可能鸡鸭鱼肉样样都有 更何况经济条件更不好的农村家庭了 但是在那个年代 家庭经济状况再不济的七宝人 过年的餐桌上可以没有白切羊肉 也可以没有酒酿糟肉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鱼 因为鱼在注重口彩的上海人心里 就意味着年年有余 急庆富裕 所以放好了炮仗 接下来让猪明龙万般期待的 就是村里的鱼塘了 大了龙几个年 谁是跟他打理想 谁是小青年 要去做做 做了什么 这个武术通知了来以后 一种都是一个一对八号 一个一对八号 那么一种论人 无理想一都是人的 那么最后来到神经之后 你们用这个制度来消耗的 大概人数一样的 人家扎酒 因为这个有毒有效 那么也可以在里面上的油盆 油精 有羊 两样有的 在那个年代 盼过年 就是盼着能开开荤 荤菜的准备 当然是过年的重头戏 然而在徐肃秦阿姨的记忆里 有些经济条件不好 荤菜无法准备的人家 就只能靠开油锅来开开荤了 在家长们 煞费苦心的准备下 一桌年夜饭终于摆好了 在这天晚上的饭桌上 父母们宁愿自己不吃 也会让自己的孩子 敞开肚皮大吃一顿 因为过了年三十 有些荤菜 就万万不能再动筷子了 有的铺骨 我们说鸟 鸟生骨 要是抗腊肠 要住上那儿 要到泥出凉 开始那么清剧 这吹门 那咱们有留个 那今咱们来三年 明咱来三年 走清剧要走到三年 那么这个小车 敞开到三年 那么明显难能便宜这个车 那么放了一个垃圾里 所以让他留通风的地方 留到通风的地方 他们上个鱼吃啊 太平啊 就是敞开我这个门 这也留了这样的 一个呢就是通风 不容易挖它 还有一个呢就是 小娘要偷敞 偷敞开它自由呢 就是清剧的没啥敞 这几道只有过年 才能吃到的荤菜 就这样从早晨热到晚上 从年三十热到正月十五 等到孩子们再次吃到 这些菜的时候 已经是正月十六了 在准备过年菜肴的同时 家家户户都要争高 争高在当时的乡下 那可是过年的一件大事 因为高对于寻常百姓来说 意味着争争日上 和一年更比一年高 所以有的人家 甚至从春节前十来天 就开始准备了 所以这个高它一定要整 哪怕这些穷 这些什么样 哪怕这些迷我都要高 争高 现在看起来很容易 其实也是一件繁琐的事情 糯米啊 淘一下 但棒糯米还不行 吃不起 这个糯米太珍贵了 再把这个根 枪在一起 它的比例是六比四 四分是糯米 六分是根 淘好以后一个晚上 它这个水水瘤干 瘤干了以后 下一步就是用这个石球 把这个蜜成成粉 抹粉是做糕的重要环节 现在抹粉 只要一按电钮 很快就抹好了 但是在以前 那可是个大工程 因为在科技不发达的年代 不要说没有电动工具 甚至连做糕 聪明用的石球 也不是每家每户都有的 那个球比较少的 特别的 通宵打蛋地就做在那里 搞这个东西 有吧 就等 好不容易轮到了自己 为了早一点吃到这个糕 朱墨君和他的弟弟 轮流上阵 两个人轮流的 拼命地 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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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不能这样做的呀 你这样的做 我没法跟他们配合的 有的时候很危险 在抽的时候 要从他手上去 冲好的米粉 和成面之后 就可以上蒸笼了 对于长身体的孩子们来说 这是一个焦急等待的过程 也是一个慢慢感受年味的过程 一定得收到这个过程 然后 直接才拿 那么怎么知道 它在下面都收起来呢 我去就是拿了一根 稻草的一根杆 我这个稻草杆 一抽下去 再抽下去 收了 好了 跟祖母说 可以出来 快点快点拿起来 那么我的祖母就把这一个膏 就倒过去 倒在那个桌边里面 等不得凉 就开始吃 因为常年吃不饱 父母就经常用稀饭 来给孩子充饥 一块筋把重的膏 一口气吃下去 已经被稀饭撑大了的肚子 竟然也没有问题 我拿中间的最 最最长的一条 中间的资金是最最大的 我就拿着这么近 就去坑 一条膏 一净多 一口气地把它吃下去 停都不要停 当时这个味道是太好 过年了 吃到膏了 总算盘到了 总算吃到了 我享受到了 肚皮再大也是有限的 而可以大饱口福的年 也终究会一天天远去 让孩子们放开肚皮 吃饱了以后 这时候 朱墨君的祖母 才会把膏切成片 到最后的一条膏 我的乳把它切成 比如说切成二十块 这样包包的 那么我们兄弟是四个 那么每人五块 分好以后 那觉得包包好 很珍贵的就是自己 就放到哪里去 没地方 整头变 每天晚上坑一点坑一点 最惨的就是坑到最后一块 你想我这块吃了以后 要到明年的 这个时候 年夜 我要至少等三百多天 所以最后一块 越来越是不能吃 这一块我要熬好几个晚上 稍微填一下 稍微填一下 朱墨君老先生说的 他小时候过年吃的膏 在如今的七宝 已经见不到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 方方正正的膏 叫方膏 膏的形状虽然改变了 但是他传统的制作流程 却保留了下来 在这明目繁多的方膏中 有一种绿色的麦青方膏 尤其被人们喜爱 它是用还没有抽碎的 小麦嫩苗 磨成姜叶 和上好的糯米粉混合后 做成软软糯糯的 豆沙馅方膏 当麦青方膏 蒸熟出容时 散发出的淡淡清香 会让人一下子 恍惚回到 往年的记忆里 徐肃勤是个爱美的老阿姨 虽然已经六十出头了 但是一到过年 还是会给自己打扮一番 老板娘 我现在一个牙服 你这马条鱼筋 这条啊 大红色的 这条鱼筋 好啊 阿姨你是给自己用啊 买给自己用 我只敢用啊 阿姨拿下镜子 好的 很好看 趁年 买这样一条高档的围巾 给自己过新年 这是四十多年前的徐阿姨 想都不敢想的 因为在那个 吃都吃不饱的年代 不要说无关紧要的围巾了 就连每天不可缺少 却磨损最多的鞋子 也只有在春节的时候 才能换上一双新的 亚娘等你住一上啊 明年住上新阿姨 有个人我们落下 有个地方要 来问你要杀他 开样一个 旧地中一个 我太阳出来嘛 我都来问你杀嘛 出去走路 有个日子要扶他 那么 日处都拿进 做摩托瓦 那么我这个摩托瓦 那种东西呢 就是 弄个大大人 对吧 弄个大大人 在那里面 困一年 上都没 弄个拉手 那么这个名字 也都出进去 那么就得那个车去 他没有妈妈去 那么 有这么有首领 做这么做首领的 那个车来车去 就这个摩托 朱默君老先生 从小天资聪慧 在文史书画上 显露出了 不一般的天赋 他发明了 吹画艺术 享誉国内外画坛 如今 从小耳濡目染 皮影戏的朱默君 创建了七宝皮影艺术馆 整日与皮影为伴 七宝皮影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首场演出是在1880年春的光绪年间 在漫长的岁月里 七宝皮影给七宝以及整个上海地区的婚嫁喜事 增添了浓浓的喜气 到了六七十年代 由于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辛苦 娱乐活动几乎没有 所以看皮影演出 就成为春节期间的一项重大活动了 现在我先来逼一个美女 去吸她一些 美女出现 夫君 你在哪里 路家给你送饭来了 大年初一 不光是七宝人 也是全中国人民最重要的日子 这天早晨 七宝人可以不吃鸡鸭 不吃牛羊 但是有一样东西 却是一定不能不吃的 那就是汤圆 因为吃了汤圆 才能团团圆圆 徐素琴阿姨 包的是最传统的黑芝麻糯米汤圆 用的是纯的糯米粉 然而在缺一少凉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这种现在看来最普通的黑芝麻汤团 也并不是经常可以吃到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汤团 实在只是父母 为了能让小孩子吃饱饭 而想出的无奈的办法 你光这个菜他不吃 你包的是一种叫团子 就吃下去 当然它以糯米为主 有的时候也简单的这个根米 有的时候也搞得这个高粮在里面 徐阿姨和糯米面用的 依然是传统的方式 不加水 而是把黏黏稠稠的稀饭 放进糯米粉里 这样包出来的汤团 才不容易被煮烂 而且口感会特别香糯 这样 可以的吗 可以的 很好 这样你看 用这个手慢慢地慢慢地 对对对 如今徐素琴阿姨想吃汤圆了 就自己包一点 而西阿姨如果想吃汤圆了 就会拉着两三个老姐妹 一起到七宝的老街汤团店 来饱个口福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 七宝地处上海郊区 大部分是种菜地区 所以与城里人包的汤团 不同的是 七宝的汤团个头特别大 里面包的馅料种类也特别多 这和那个年代的 以菜代粮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太阳肉少 菜多 其实也不叫太阳了 是像个菜团子了 各种各样的馅 比如说光是青菜的一种 也就是菜肉的一种 还有是肉 而肉是一般人家是不敢想的 全是一个肉 哪里你不得了的 还有是芝麻的 有的是土豆的 有的是南瓜的 放在里面 拿菜来 带粮 西阿姨吃的是黑芝麻馅的汤团 也就是上海人说的黑羊酥馅的 而旁边的老阿姨吃的是纯肉馅的汤团 如今的汤团馅 已经没有土豆和南瓜的了 取而代之的是枣泥紫薯 祭菜肉了 香啊 很好吃啊 你自己做的 吃汤园 团团圆圆 吃方高 一年更比一年高 这些寄托着老百姓美好心愿的传统美食 充满着父母对儿女的疼爱和家的温馨 社会在发展 科技在进步 虽然春节的习俗随着时代在不断的变化 但那浓浓的年味 还会一直流淌在人们的记忆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